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比你实际年龄老十岁或是二十岁或是 大家根本猜不出来觉得你应该是这个人的妈呢 是 根据这个科学期刊杂志他们做的研究表示 因为以前找白老鼠大家说老鼠跟人没同 我们就找猕猴来做实验 请看 你有没有发现这两组的猕猴的 看起来的外貌年轻程度差很多 再往这边AB就是同一只猴子 它看起来就是明昌苍老 屁股上毛也没了 那在另外CD是同一只 它看起来就是毛发浓密 而且整身的状态是非常好 那这两组到底有什么样的差别 其实重点就是在吃了什么东西 A组这边呢 其实它是可以吃到醋吧 也就是十分饱 而且随便让它挑 它要吃什么它就乱吃 可能会偏食或是暴饮暴食 那在C组这边呢 其实呢就是控制它的热量 大概只有A组的七成 那也就是说像我们人讲的七分饱 另外呢是有效的控制 它吃进去的是均衡的营养素 亲爱的你不会听不懂了吧 就这么简单 小学课文都有写啊 均衡饮食 那什么是均衡饮食 就是各种营养素你都要摄取 你会觉得我越来越年轻呢 其实我都不是打什么 我就是因为最近的饮食有很乖 遵照营养师的婚户 有五谷杂粮 有深色蔬菜 还有蛋白质 还有一天要吃三种不同的水果 你不会觉得我整个人看起来 好青春洋溢呢 是的 到底吃什么会老十岁 你下来看看 吃什么食物会老十岁 今天的姐妹涛为你解答 107岁 我45岁 15 太誇張了吧 你现在的身份是 已经有小孩了吗 对 我女儿今年高三 明年考大学 太誇張了 林飞 刚刚喷姆士是猜她 28 28 其实林飞是 40 林飞也有小孩了吗 我有孙子了 她 我有孙子了 怎么可能 南瓜它有很多的 β胡萝卜素 所以因此吃下去 至少对我们的黏膜系统 每餐都吃 这样会不会又不够均衡 会不会 因为你可以经常吃 可是这个是会让我们更年轻是不是 对啊 可是在吃的过程中 我很少禁止我的病人去做任何的事情 因为禁止她只会更想做而已 对 可是你可以跟她交换 她觉得可接受的 譬如说 如果她本来要吃一大块蛋糕 那我可能可以跟她换说 其实 不是 真的吗 我换了这个巧克力 今天姐妹涛的成员是两位猜不透年纪的 富老美女蔡灿德 李维维 VIP专用营养师林佳靖 健康博士潘怀宗 潘博士 让你来猜一下这两位 你猜他们几岁 这问题很难回答对不对 大概二三十岁吧 二三十岁 错 这已经45 这个已经48 看不出来吧 你说这四组这多少 48 蔡灿德告诉潘博士 你看你还像二十几 蔡灿德告诉博士你入行几年 三十年 不 我常常看到你我知道 所以我才猜你三十 因为我常常看到你 那她我比较不常 那我猜她二十 那我们揭晓一下好了 阿德 刚刚我是开玩笑 阿德今年方鼎 我是六十四年次的 所以我今年三十六岁 三十六岁 但看起来真的还是 像十八岁一样的成生 真的假的 我觉得是因为你气质 没有变化过 这是好事对不对 李维维就真的已经五十了 真的五十岁 那是真的 我是你觉得她几岁 我是二十 二十 李维几岁 我是六十五年次 三十五 他比较年轻 我觉得他比较年轻 你不要再越聊天 他都越年轻 但是我的意思是说 他们其实看起来都比实际年龄小很多 所以很多人一定会常围着你们要秘诀吧 会 会得的秘诀是什么 可是我真的没有什么秘诀 但我真的天生从小吃东西就喜欢吃食物本身的味道 比如说吃水饺的时候 我一定不会沾任何的酱料 然后我喜欢吃烫青菜 水煮蛋 吃的就比较清淡 对 我从小就是这样 麻辣锅 不太吃 但是鸳鸯的话我就吃隔壁那一格 我不太爱吃 你也不爱淡渣的东西 不喜欢 天生就不太爱 炒蒜苗霜 哇塞 那个多重要 因为那天我都要拍我吃的东西给我营养师看嘛 结果家机一看就说 他真的是乏眼 我就尝了两片香肠在一堆菜里 我就这样尝 他就说 那个两个小小黑黑是什么 我想因为Kiki开幕 我好久没吃到腊肉跟腊肠 我就说 没有就两小片腊肠 他说 吃那两小片还不如吃一个去皮的鸡腿 对 为什么 因为其实很多人其实他只在意热量的问题 但是我们就说 低热量真的没有办法让大家瘦下来 没有办法让大家变健康 我们一直在告诉大家其实是 健康它自然就会变瘦 所以你碰很多加工品 它加热很多东西 它只会消耗你身体更多的营养素 让你身体代谢脂肪这个开关 只会关得更紧而已 因为那个 那个反正就是腌的东西啊 又是再加工过 所以反而没有那种水煮鸡腿好是吗 对 OK 好 所以你吃是吃的清淡 那李维维有吃东西吗 还是你都在那个供品桌上吸一下 供品 用鸡饱就飘走一样 没有我也很喜欢吃香肠辣肉 真的吗 但是大部分的饮食你是怎么吃的 没有忌口 没有忌口对不对 没有忌口 什么都会吃 没有忌口 什么都吃 什么都吃 真的吗 如果要吃鸡腿的话 叫我不要吃皮 那我就不想吃鸡腿 不喜欢吃炸鸡皮 我很喜欢吃鸡皮 我都一定会炸掉的 炸的鸡皮你不吃 吃 好吃 就在吃 那可是你量一定很少 不会 我很会吃 大家都觉得我看起来 好像吃一点点 可是其实 你的胃还在吗 还是 肠道有没有减少过 在 那你有没有做过健康检查 有 为什么你可以 为什么可以这么瘦 而且你的皮肤状态是很好的 可是我没有觉得 我可能是胖在你们看不到地方 心瘟啊 在心瘟 完全看不到 这个潘博士有任何科学的说法 能够解释李维维现象吗 我们基本上一个人年轻不年轻 他跟很多因素有关系 比如说一个遗传就代表了很大的 一个因素在里面 有的人天生他的遗传因子 看起来就比较年轻 那另外当然 对 有的婴儿一生下来就是个老脸 对 对不对 那小一代玩意都说不出他很可爱 因为好老 他的脸 没错 没错 所以我想这个遗传因子 但很大的一部分原因 那去掉之后 当然再接下来是环境跟饮食 那当然还有一些生活的方式 所以我觉得它是多重原因造成 我们没有办法从单一的因素来看一个人 所以 但是吃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很重要的控管因素 所以李维维是不是爸爸妈妈也是 现在看起来是像青少年一样 没有 可是我爸妈都是瘦小型的 瘦小型 皮肤也很好 皮肤 我爸的皮肤比比我好 我爸很白 环境 你从小是住台北吗 对 真的哦 阿德你从小也是在台北 也是台北 因为其实我有一个朋友 他是比如说在台北 后来去日本读书 他说在日本那几年皮肤好到不行 然后一回来台湾 因为潮湿又空气 可能污染什么的 立刻满脸痘子 所以刚刚潘博士讲到说环境也是很重要 因为每次我们去调查长寿的区域 发现它一定要有好山好水 无污染 一定是这样子 所以宜兰人看起来就很年轻 那当然 其实宜兰就是我们的长寿区 宜兰就是长寿区 卫生署有调查过 对 你没有觉得吗 每次我一出雪碎 你快要看到那个洞口什么有没有 有那个光洒下来 你就觉得你快要被神召见 对 然后一出去 哇 吃横圆 对 心情就很少 就豁然开朗 所以常去宜兰 没错 也是很重要的 没错 少吃麻辣果 等一下 甜食呢 这就是我的致病商 我很爱吃甜食 我可以一整天只吃甜的 就蛋糕 或者是那个椰子面包 或者任何 蜂糖的吐司什么的 可是我真的曾经就是在一年当中 就大暴动 然后那个时候医生跟我讲说 你真的甜食吃太多了 很有可能 他说甜食会影响 比如说皮肤啦 对啊 而且我看过一些研究说 甜食会让人变老 对 医生说会变老 其实 你当你的饮食极度的 这样的情况的时候 它不会影响只 一般大家想到甜的 只觉得说跟胰岛素有关 但我们身体的所有荷尔蒙 都是互相关联的 所以到时候它会造成 你整个荷尔蒙的失调 那甚至因为你长期吃这样的东西 其他营养素都不够的时候 你身体的原料通通都不足 所以其他的系统都会出问题 而不是只有一个痘痘的关系 可是我那个营养师 因为我现在营养都均衡了嘛 那为什么菜单里还是不可以有甜点 这件事 其实我们还是要告诉大家是可以有甜点 因为我很少禁止我的病人去做任何的事情 因为禁止他只会更想做而已 对 可是你可以跟他交换 他觉得可接受的 譬如说 如果他本来要吃一大块蛋糕 那我们可能可以跟他换说 其实龟铃膏你喜不喜欢 他就说龟铃膏 你也不喜欢 你也不喜欢 因为巧克力蛋糕 没有说他全部换 龟铃膏 但是我没有叫他全部换掉 我们可以跟他讲说 你可以吃一个多元的下午茶 因为你只有吃一种 你不如丰富种 那还有没有其他替代品 除了龟铃膏 除了龟铃膏 也好 甜点吗 那 譬如说好 一样是蛋糕来讲的话 我们可能就会讲 你不要吃提拉米苏 你吃一般的海绵 或者天使蛋糕 现在有一种那种 大家排队排到非常长 它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蛋糕而已 什么古早味手工蛋糕 对 这是一个相对健康的概念 就是说 其实 你的东西 是看你的身体能不能代谢 大家都有一个概念 就是说 你高中的时候 你课十个提拉米苏也没事 对 那你现在吃一片 你会胖是怎样 人生真的好讨厌 就是我们讲的 我们没钱的时候 那时候买不了什么吃的 然后又特别想吃 又能代谢 好不容易才吃一个庞德罗莎 烤羊玉加牛油 然后现在有钱了 什么都可以吃 你代谢能力不好 而且实在还有另外一派的说法 是说 吃东西都记情享受吧 如果你不愉快的话 你会老啊 所以我现在就是让自己 就是你知道 每次要吃甜的时候 就说至少我心情很愉快 是哦 其实也会影响代谢能力 真的真的 其实我从来都不希望我的病人过得像苦行生一样的生活 除非他真的很享受 那不然我们就讲 你心情不好第一个影响到最大就是免疫系统 那不会真的比较健康 今天其实我们还是要再检查一下日常生活 大家可能有一些错误的尝试 包括刚刚其实在录影前我看到这些我说 这也不能吃 要死了以前是把它当补品 这样一直坑一直坑 我们就来看哪些食物会让你变老 现场有六道食物 观众朋友们一起来猜猜看 哪些是会加速老化的食物呢 千万别吃下肚哦 好 我们讲很多Q很多Q 接下来是FQ 就是我们的食物智商到底有多高 真的说一定会年轻不会变老的 阿德你先选什么 肯定是小番茄 因为不管是要结实或是怎么样的时候 医生的番茄你说你可以吃小番茄 还有芭蜂 芭蜂对 这盘肯定健康 这盘一点也可以啊 但有的时候有些人会觉得它甜 太甜了 这是相及式对不对 柳橙 对 然后比如说可能那个苹果也是太甜 好 所以我们这一盘是三个都觉得OK 哪一个不OK 李维 你觉得哪一个不OK 我觉得这两个都不OK 鸡爪不OK 因为它是腌的 鸡肉干也不行 它是加工不是自然的食品 加工的OK 我们应该有这样的概念 我们看一下它就是打叉的 果然 那我们减肥有时候半夜真的很饿了 我们就会吃蒟若干 家晶不行 不行 你现在在冷笑了 待会 好 我们待会这一盘先给家晶 来 打叉的先请她端着 那鸡爪也不行吗 我们看一下 也是 不是说胶直吗 这盘先给潘伯仪吗 好 我觉得没问题 应该是这个 鸣卡果冻 我们看一下不OK 可以吗 对不对 有龟鸣钢 好 这个应该也可以 这应该是可以的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为什么不行 这我觉得有可能不行 打叉 这个为什么不行 待会来 这个麻烦你端着一下 然后这个行不行呢 应该也不行 也不行 对啊 好 那这个麻烦你端下 想必观众朋友们一定跟我一样好奇 为什么这些东西不能吃呢 就让现场专家来帮我们解释吧 好 我们这个 这两尊坐在这里 我们来介绍他们的检验 蒟若干不行 家晶 因为它里面加了可能至少十项一项的化学药品 不然不能做成这样 都是对身体不好的 对 因为那个都是 我们讲的 其实化学药基的东西是形同于药物 对 它是不能留在身体里 它必须透过肝脏或肾脏代谢 而在代谢这些 不是只有把它排出去那么简单 它要耗损掉你很多 身体需要的营养素 才能够代谢它们出去 所以其实我们讲的 以现代人的饮食已经没有开源 就是营养素来源已经不足了 那你又没有接流 就是说 比如包括饮食作息 或你吃更多要耗损身体 仅存营养素的 到最后 你的身体里面的负担就会非常的大 我的妈呀 你知道我还要换口味 有时候麻辣植肉吃完小熊 我得换口味 就乌梅植肉 好奇怪 那吃那个感觉 你很在吃豆干 可是是乌梅口味 都不行 好 那半夜饿了吃什么 除了龟苓膏 其实还不如 卤味摊 你买个卤味吃 来的有饱足感 对 你可以卤豆干 卤青菜 花椰菜 小玉米 腱子肉 对 这些相对于 它至少不是只有空热量 它还有营养素 但是我们要讲的是 半夜会饿这件事情 就表示你的身体的荷尔蒙 其实不是处置在稳定的状态 对 所以根本要去调整 因为我们可以感觉到 你周边有些人 他就算现在到临床去 他去验血糖都很正常 没有被定义为糖尿病 可是他只要开始出现那种 只要开始肚子饿 有没有 有些人就会发抖 会脾气会不好 甚至会冒冷汗 会抖的这种情况 那都是一种血糖的 调控不良的前期 那在很年轻的时候 甚至有人二三十岁 就会有这样的情况 你稍微了解一下 他的家族可能有遗传 糖尿病的这个病史 有 没看到血糖机广告吗 是一个那种十几岁 年轻小伙子打篮球 自己还要测血糖 我想说有这么年轻就这样吗 所以有时候有人说 糖尿病不是基因遗传 是你饮食习惯的遗传 对 其实我们目前所有的慢性疾病 甚至癌症 除了一些很特殊 就是基因遗传百分百 一生下来就有缺陷的 这种是基因百分之百决定的 所有这些慢性疾病 在目前我们临床医学的研究 它的影响不会占超过三十个percent 也就是说有七十个percent 是掌控在所有你后天的选择 它可以选择去启动这个基因 或关掉这个基因 但是为什么大部分人还是觉得说 你看我奶奶糖尿病 我妈糖尿病 然后我糖尿病 因为大大相传饮食习惯 对 大家往往忽略了 你们在相同的环境 相同的作息 相同的饮食习惯 去加重了你本来带有 这样子的遗传的记忆 我们家就是从姥姥开始 那个早上起来就泡茶了 带着一杯茶跑来跑去 没有喝过水 那到我们这里有喝水 然后再来就是 什么豆腐乳腌制品吃的很多 那这个就传下来 会让你开始有不好的一些习惯 但是我很怀疑那个鸡爪 不是说有胶质吗 潘博士 为什么不行 我想我们大家都吃 从小就知道 吃东西需要消化跟吸收 那我们为了要消化跟吸收的话 我们会把所有的食物 切成最小的碎片 所以像这种胶质 其实就是蛋白质 但蛋白质是一个很大的团 它没办法吸收 所以我们要用我们的消化液 像胰脏消化液 把它切成很小的氨基酸 那氨基酸进到身体里面以后 我们自己再合成我们自己的胶质 也就是说我们不是直接把鸡的胶质 拿来当人的胶质用 对 我看过你节目 你也这样讲 绝无可能 我想绝无可能 你不可能是用鸡的胶质 对 对 很多有鸡的行为 对 不可能 所以那所以因此 对 所以因此 对 所以因此 你基本上吃这些东西都是吃营养 不是吃它的东西 那这样子的肉类 它们这里面不是有油脂吗 那有一些医生是说 其实女生就是皮也不能够 都完全不摄取这些 比较过油的东西 不然会太干的 女生油可以有很多地方的油 油是要好的油 油很高 如果你的油是不好的油 其实它只会造成你身体里面 你需要需求的油的原料都很差而已 所以那时候我们又被 你知道这是看各位的节目 就很紧张说好的油脂吃 那个叫什么 杏仁 和果类 对 但是也不能多 对 可是你要知道 那种杏仁 和果不都一桶吗 而且咸咸的很好吃 那就是刷嘴 就刷嘴 你要记得用你的手去关那个盖子 是很难的 有点数 所以当然我们比如说 都说那种和果是对女人好的油脂 请问我们女人比如说 30岁以上 40岁以上 我们大概要吃多少量是刚好 10 4 一把而已 是我老公的手吗 没有 可是什么 可是什么种类差非常多 如果是南瓜籽人 你可以吃那种一茶匙 一汤匙一汤匙一整天 汤匙 就是那种小的汤匙 你说单吃那种吗 如果我们现在要综合的话 但是如果是譬如说核桃 你知道核桃脑不是这样一半 半个就相当于5克的油了 那就相当于一茶匙的南瓜籽人的油了 所以其实种类的那个含油量的差异度非常大 那譬如说大家从美国买那个火山豆 那个4颗就相当于15克的油脂 我的天啊 一桶它就能够跑20公里了 所以你不用担心 你的油很多 你的油从很多地方吃得到 你不需要再 我以为你看面相可以看出它的油 因为他刚刚担心他吃油吃不够 因为我都是水煮的 然后就有很多人跟我找 因为那个鸡爪 其实两只相当于同重量的鸡肌肉 比较快可以相当于一只带皮鸡腿的油 还比它少 刚刚那个被打擦的那一盘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个有什么打擦 因为打错了吧 我们不认为它有什么问题 好 等一下 他们这个 我们做单位准备的资料是说 它NG的部分是因为它事先切块 它说吃这些东西呢 因为被处理过 你就会加速老化 因为它是氧化的食物 有可能吗 我们讲的就是说 其实你只是切块 你不会把它打碎 所以更何况就是我们讲的 一般很多人 他如果打了那个鲜果汁 你没有立刻喝 那个接触空气的面积才大 而你只是切块 如果你并不是摆个三天 也没有黑掉就还OK 更需要注意的是 你本来买来就不新鲜的话 大家其实有印象 有很多水果是 像香蕉最明显 如果你买的时候 都已经是很多黑点都发黑了 我们讲水果里面 是因为有很多的抗氧化物 你要把它吃进来保护你的身体 可是它也会保护它本身 如果水果本身很老了 然后它的抗氧化物都被它自己用完了 其实你吃那样的水果 没有吃到你想吃的一样 我跟你讲 你们这些男人 我看了电视就说 所以我现在只能吃嫩妹 我看了 我看了 是好的 像它会更老 这个 怎么样 潘博士 前几天 男人为什么喜欢吃嫩妹 不是 不正当饮食产生幻觉 潘怀宗提出严重警告 想要酒一杯温泰水之外 其他所有想要喝的水 所以你其实是潮量的 可是不是医生都说要听自己身体的声音 而且那个声音是极为强烈的 电视新闻才大篇幅报导 他们这个记者深入去了解 我们现在在这个市面上 也开始在卖这个水果 对 那它这个苹果切块之后 它拿回家以后 把它放在那个打开 放在盘子上了 它永远都不会变黑 苹果都不会变黑 然后呢 你家自己切的苹果放在旁边 隔一会儿 隔五分钟十分钟它就黑了 对 所以前几天这个新闻呢 他说我们都搞不清楚这是怎么回事 这是怎么回事 对 然后记者也不敢直接去质疑说 这么有名的数字店 是不是处理了这个 这个苹果 那结果呢 他们的记者有麦克风呢 放到这个 这么大型数字业者的 发言人的嘴巴上的时候呢 他们说是他们这个切的方法很好 是 只要一切下来 立刻冷冻 然后冷冻之后呢 它就可以造成它往后呢 都不会变黑 我是非常的怀疑 事实上 我是非常的怀疑 但是呢 我们现在先不提这个数字店 我们如果到任何的车站 或者火车出口以前 那些切好的那些水果 那些都永远都不会变色 它卖一天也是那个颜色 卖两天也是那个颜色 那如果说那些地摊 如果是那些地摊的话呢 我就比较敢讲 什么药 对不对 但是呢 但是如果说 但是如果说呢 如果说那个大的素食店呢 显然记者不敢讲 我也不敢讲 我也不敢讲 他讲是不是 那些水果 可是其实啊 如果你只是要单纯苹果 不变色 其实这种化学反应上很容易处理 因为它就是有个氧化酵素 你去抑制它 嗯 其实急速的低温 但是因为我们就说 我们是用盐巴水泡一泡 对啊 对但是你会吃尽过高的盐分 那我会讲 如果你用维他命C 你就要有维他命C 对不对 有的甚至是将你把它拆开 融在水一面啊 你过了维他命C之后 其实它也不太容易 而且又健康 它就不太容易变色 因为不会氧化了 你说问题是撑多久 因为那个记者放了很久 对啊 因为昨天那个那个新闻 他是放很久 他放了两三个小时 他完全不变色 但是我们讲一个比较天然的 你的确可以去试试看 如果你是买那种进口苹果 跟你真的到我们山上去买蜜苹果 你真的现成把它切开 就在空气当中 你可以比较 比较新鲜 它真的比较不容易变色 所以如果比如我照你的这样吃 我的时候露营在外面吃两餐 我自己带嘛 我最好水果还是带整颗 要吃再切 不要切 没有错 接下来我们出了演艺圈的例子 我们看到在这个一般 其实呢有时候走在路上 有男人会把错没有 因为他转过来还是很亮丽很漂亮 但是你才发现说 他可能身份已经是好几个孩子 说不定 我们首先就欢迎我们这个陈毅玲 以及第二位林继 欢迎两位 两位好 两位好 请坐 这个又要给我们潘博士难题 这又要让你来猜了 你先猜义玲 就是穿这个芥末色的这位 这个是有点 30岁 30岁 林继你觉得他几岁 28 28 对 好 那我们直接公布了 10你几岁 我45岁 太誇張了吧 你现在的身份是 已经有小孩了吗 对 我女儿今年高三 明年考大学 天啊 45 看不出来 林飞刚刚翻过去是猜她 28 28 其实林飞是 40 不过我还是对了 她比她年轻一点 40 不过我 你现在年轻很多 对不对 林飞也有小孩了吗 我有孙子 我有孙子 你有孙子 孙子多大 三岁 怎么可能应该是阿嬷 阿嬷 她18岁就被骗了 18岁就被骗了 18岁就被骗了 现在19岁好了 19岁 19岁 19岁的时候 对 因为她早生 可是完全 几个孩子几个孙子 一个孙子 一个孙子 对 孩子三个 三个孩子 一个孙子 这个是林飞的 那个戴眼镜的是大女儿 然后蝴蝶结那个是小女儿 我以为那是你耶 在眼睛 太孙子 太孙子 然后那个就是孙子 那个是 一岁的照片 她们现在已经长大了 已经很大了 这都是她的小孩 这三个都是她的小孩 妳有没有什么秘方 快告诉我们林飞 妳已经是阿嬷了 这个是我大女儿 大女儿 大女儿 不过妳刚刚讲到说 如果真的有人去拔她的话 就拔到一个阿嬷 那是真的 不是 有问题 有 还是有 有 还是有 那你真的就会 马上立刻 泼到冷水说 我是阿嬷 我会这样 我会这样 我会说我已婚 给人家一个希望 你这种善心 我只会说我已婚 可是我不会说 因为讲这样的话 人家会问说 那你很早婚了 就开始问一大堆问题 了解 看到之前 会马上想到一个广告 以前不是那个广告 最喜欢看说 护照 这是你吗 什么 然后立刻那个女的女主角 就会换上一个那种 断面的那种碎衣 然后就是这样的角度 就坐在椅子上说 她 为什么看起来 陆柔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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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柔 是非常好的 促进循环 它不仅促进循环 它里面有非常多的化学成分 对 维生素C也蛮高的 有我有看你节目 对 你讲说那个美白 只是要吃维他命C 辣椒 葡萄柚柔柔柔柔 我刚好都有吃 你太棒了 所以事实上辣椒是非常好的食物 只是说如果说你的 会促进食欲 对 如果说你的肠味道 如果像有些人肠味道 有些黏膜破损 或者有溃疡 那吃辣椒可能太刺激了 但是如果一个正常的味黏膜的话呢 其实辣椒是非常好的食物 所以你到四川去的话 四川的那些女孩子 皮肤非常的白 对不对 然后皮肤非常的好 结果她吃非常的辣 你知道吗 看到人都愣住了 然后我们吃下去就一直跑厕所 我们现在看到照片 就是我在重庆拍的菜 他们每一道菜 连前菜凉菜 都是用老干妈辣酱拌 然后开始的热菜 每一盘菜里面 都有两种以上的辣椒 有绿泡椒 配朝天椒 然后或者配红辣椒干 有生的 有腌的 什么都 还有麻 那个花椒 红椒 绿椒 都是麻 所以人家说重庆出美女 像你讲的 还有一个他们气候 他们夏天会热到45度 非洲 所以他们说 每天在蒸一样 再加上那个循环 所以 佳景 就是辣椒也是要适量吃 不能有那种辣椒油 油不能太多 我还是建议就是要新鲜的 因为现在有很多 你市面上买的 它已经就泡了一堆东西的 那那个其实很多活性物质都不在了 那逸琳你呢 你的饮食呢 有没有特别的配方 我是比较注重新陈代谢 我觉得 如果你新陈代谢处理的好的话 基本上你不要囤积毒素 不要囤积一些压力 或者疲倦 然后再来谈 我们要吃一些好的东西 吃一些比较 比较抗氧化的东西 那 所以意思就是说 我讲白脸不好意思 可能听起来有点粗 就是每天都有定时大便的意思 是不是 这个很重要 全方位武林养生餐 让你返老还童 你看瓜 它有很多的β胡萝卜素 所以因此吃下去 至少对我们的年末系统很好 每餐都吃这样 会不会又不够均衡 因为你可以经常吃 可是这个是会让我们更年轻 是不是 对啊 现在女性之所以便秘的原因 潘博士 你觉得大部分是什么 它当然第一个 这个生活作息不正常 是一个大的重点 久坐电脑桌前也会 当然有可能 这也是生活方式的一种 不过通常来讲就是说 我们这样有便意的时候 就要去 应该就要去 但是如果说它有憋住的话 它就会使得这个反射神经迟钝掉 所以你 所以你会发现说 只要你 一开始有便意不去上 再有便意再去上的时候 这个几率就上 越来越干了 越来越甜 干也是一个原因 你讲得非常好 所以因此 它水分被吸收 对 所以因此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另外还有就是说是熬夜 还有这个 这个所谓的这个 三餐不定食也有可能 最后是这个 饮食的精致程度 因为如果我们能够吃 比较多的粗粮 那纤维素多 它变成体积多 所以体积多的话 它只要把这个直肠一撑到一个程度之后 它马上的神经就告诉中枢 它就要上厕所了 但是如果你吃的都很精致的 加工很精致 它没有纤维素 所以你吃了老半天都多一点点 直肠都撑不起来 它也不会反射告诉你要上 所以这也是一个问题 所以有一阵子我们姐妹间流传的 就是你知道蟹药已经那个 我们都知道不好 不要这样子 所以就你知道 那就有厂商是 已经煮好的一袋地瓜 冷冻的 然后早上就吃一小物 跟我这样吃 那一天本来 他以前也是会堵住 现在是一天大量吃 所以其实这个万流归宗 其实只有一个道理 就是营养均衡 以前就是拿来当考试题目 把他挤了 要拿指种背起来 可是没有一个孩子照这样吃 而且一般人有时候 他们认定的均衡 就像我们就说 做健康管理或做减肥 我们说第一个是减什么 他说减大腿 然后有时候不是 第一个是减脑袋 大部分他们认知的都是错误的 就是他以为他这样吃很健康 他以为他吃这些 对他都会得到他想要的结果 可是往往有时候都是 事得其反 不过其实我想这个 刚刚讲到甜食的部分 现在人很难介的 包括比如说珍珠奶茶 蛋糕 这些东西 面包 这怎么办 潘博士 这个很严重 因为依照美国这个疾病防治中心 够权威了吧 CDC 最新公布就是说 他希望他们美国人 每天不要喝超过半杯的饮料 半杯 就是市售的那种 市售的半杯饮料 但是结果一调查 他们平均每个人都喝一杯以上 至少都三四瓶 上班族 然后呢 然后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使得他们所有的肥胖 心脏血管疾病 糖尿病 就高得很多 所以现在目前来讲就是 连同台湾调查也是一样 我们台湾现在目前最新的卫生署调查 这都是烫的数据 台湾的人平均是两天喝一杯 平均 你说珍珠奶茶还是韩糖饮料 就是韩糖饮料 平均是两天喝一杯 所以比美国人好一点 可是问题是呢 有百分之二十的人是一天喝两杯 所以显然有很多人是喝很多的 也就是说我们有些人是不喝 有些人是喝很多的 随手这样子一直喝 我问一下林飞跟逸琳 你们常喝韩糖的吗 逸琳 我只喝蜂蜜水 蜂蜜水是对的吗 这样 也不对 可是我是不是对的 打枪姐 其实蜂蜜 我不是掏心话吗 而且她是姐妹 姐妹她说我不用东西 我是兄弟 好像就有一个这个节目了 是兄弟康 蜂蜜这个东西 其实它是可以软变的 所以如果假设 大家有点排便上面问题的话 蜂蜜是可以软变 包括香蕉也可以软变 但是我们就说 它不能拿来当甜味剂 很多人误会觉得蜂蜜很好 他就拿来当甜味剂 甜味剂的意思就是说 假设我这杯饮料要有多甜 我全部摆砂糖 我全部用蜂蜜调到我喜欢的甜度 这个最大的问题是因为蜂蜜的甜度 只有这糖的0.7而已 所以如果 会加过量 对 所以如果我们要吃到你觉得够甜 事实上你可能吃进去好几 很多很大量的糖分子 只是你不觉得甜 因为有些糖分子还是比较不甜的 对 那反而你不如用果糖 假设你真的要喝甜的饮料 因为果糖的甜度是这糖 大概1.2到1.5倍 你会用少量你就觉得满足 但是量不用这么多 对 因为你吃进去的糖分子 对你身体来讲 其实是没有那么多的 了解 那林飞你喝外面那种 就是生猪奶茶吗 我不喝奶茶 也不喝 我不喝饮料 我喝水比较多 是 是 一定有原因的 我只喝黑咖啡 量大吗 我水喝很少 我早上起来一杯温开水之后 一整天所有喝饮料 全部都是黑咖啡 这样子也不太行 这个会有非常大 咖啡的研究 我记得你讲 它是 支持了一堆 不支持了一堆 没错 但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 两面的研究呢 中间我们发现是量的问题 也就是说是如果你的量 在适当范围内的话 它得到的结果全部是好的 但是如果你量在超过的范围内 得到的东西就开始变坏 所以中间为什么会有两派 学说增值的原因 就是后来发现就是量的问题 那我个人觉得 如果阿德呢 它的量是超过的 因为我来之前有看制作单位的脚本 他一天喝好几杯 我就是只要一杯温开水之外 其他所有想要喝的水 所以你其实是超量的 可是不是医生都说要听自己身体的声音 就是你特别想要喝什么的时候 我跟你讲 我真的亲自你身体的声音都不得了 对 我就是你的荣耀 谢谢 当你的身体不是处在正常的状况 他要告诉你的声音 也不是正确的声音 每天都红角喝黑客 怀孕的时候可以啦怀孕 他当你的咖啡过量的情况下 把身体的水分拖得更干净 因为利尿嘛 大家喝咖啡跟喝茶 很多老人家我们经常在临床看到 他譬如说他有痛风的问题 然后呢 他就说他水喝好多 你再仔细一问 他一定不可能是水喝好多 因为不会水喝够多 还会不断的发作 疑问之下 他就是老人茶当水喝 不行 那我就说咖啡跟茶都是非常利尿 它事实上呢 你喝进去的时候 你觉得有体积 问题是它是加速你身体 把这水分丢得更干净而已 那你又让你的细胞脱水脱得严重 麻结啊 也不能过量 反正大家觉得 所以像你这个 你像你这个身体的声音啊 我们套用一个医学界的话 叫上瘾 那个桃子你想想看 如果我吸毒 我的声音就是告诉我再去吸 你能听吗 你能听吗 而且那个声音是极为强烈的 是hunger的 所以他可以为了得到毒品 你可以杀人放火抢劫 你能信吗 咖啡真的是会沉饮 真的有临床 我们有咖啡沉饮症 那你可以检视 你有没有咖啡沉饮症的原因 就是说 你突然不喝 你会头痛 因为咖啡会让血管收缩 所以它是刀的两刃 就是说 如果你是一个不喝咖啡的人 是你现在发现偏头痛 有时候你血管过度 就是松弛 持脏 那血液蓄激在那边 你喝咖啡 它立刻一收缩 你头痛就好了 可是如果是经常咖啡沉饮的人 当他突然一天不喝的时候 他就会头痛 因为他的血管就不收缩了 所以他必须要慢慢去减量 缓减 飞到不能突然stop 对 慢慢去想减 然后而且咖啡 对于胃酸的分泌刺激性 是非常大的 所以如果有胃发炎或溃疡的人 你的咖啡喝很重的时候 你的发炎情况是不会缓解 对 你是不是有胃不舒服 我胃非常好 你先想再这样 很晚吃什么都没有问题 还有骨质疏中的味道 对 这倒不可能 因为我的牙齿很乱 然后就是拔牙 就是一下就起来了这样子 所以你要去做一下这个 骨质密度 对 说不定已经很辣了 好多问题 因为个子交小 不是那是因为他喝太多咖啡 你没有没事 你没有 我喝拿铁 刚刚他问说拿铁不可以 你喝多少问题 一天大概至少半杯到一杯 那还好 这样的大杯半杯到一杯 OK OK 好 我们其实针对这个潘博士的书里面 他有讲到有些东西对我们身体是很好 那刚好我们的这个厨师MASSA 就结合了你说这些真的很好的食材 我们来吃一些 让我们健康又青春美丽的调味 想要吃出年轻吃出健康吗 广告回来后 全方位逆铃养生餐 让你永保青春喔 今天的第一道逆铃养生餐 是MASSA主厨为我们准备的南法式炖蔬菜 好 大家也有口福了 同时我们综合了健康概念 在潘博士的书当中 MASSA你今天准备的好像里面有很多项都是 对 老师有提到 花椰菜 番茄 这两样东西有什么好处 花椰菜是十字花科里面最具代表性的食材 防癌 对 抗癌防癌 都非常有 而且我们是推荐必吃食材 可是它煮到这样黄黄的这样好吗 它不是 它那是颜色 它不是把它煮到黄黄的 它有点正料吗 它有点正料吗 后面也换进去 只要烫一下就好 我的意思是不要煮到烂 花椰菜里面有一个最重要的成分 它可以让我们的荷尔蒙代谢之后 让它走两个途径 一个是会造成癌细胶生长的 另外一个是会走向我们身体需要 荷尔蒙需求的那个途径 那里面要有一个很强的成分 是可以防癌的 好癌吃花椰菜 防癌 真的喔 非常好 所以每餐都吃这样会不会又不够均衡 又不够均衡 又太over 不会 你可以经常吃它 经常吃它 好香喔 好 我们先来开动这一道 有 你还有加起司 没有 这个白色 其实那个是豆腐 是豆腐 对 更好了 斑豆腐 对不对 豆腐也是蛋白质 对不对 很好吃 你要跟大家说怎么做 我问你 他做的好吃 还是詹姆士做的好吃 我跟你讲 他是詹姆士的姐夫 所以他技高一筹吗 所以他们两个是一样好吃 真的很好 民俗一家亲 你看 南瓜的好处也很多对不对 对 南瓜它有很多的β胡萝卜素 所以因此吃下去 至少对我们的黏膜系统很好 黏膜 对 皮黏膜 口香黏膜 对 女人很多重要的黏膜 它是 跟你的饭是属于同一类的 所以我们一般告诉大家说 你一餐 你可以吃这么大一盒都没有问题 问题是这四格里面 有一格 就像我们讲的南瓜 它就是饭的那一个 或是玉米 对 所以包括玉米 青豆仁 都是属于这一格 另外一格就是我们讲的 你要有两种以上的 像直径天 里面譬如说有番茄 有洋葱 然后有青花椰菜 它必须占两等分 深色蔬菜 这是等比例的 然后最后一等份呢 为什么我们特别里面 还放了豆腐的部分 就是说它可以提供 比较丰富的蛋白质的来源 所以其实是缺一等份都不可的 没有哪一等份是越多越好 或是越少越好 所以我现在都这样吃 我三餐都这样吃 而且我体重是在往下掉 可是吃得饱 那三十年后看你可能还是这个样子 那时候我已经这样子 你没有这样吃吗 有了 有了 还有一个也是你舒适姐 蔓越莓 现在要请佳琪帮我们示范 这个不能买加工过的 对 这个就是完全它只是原果 然后极速冷冻 所以极速冷冻的结果 其实可以保证 它里面的营养素的减少率是最低的 可以保证 所以大家不要以为我市场买一买 洗一洗 然后放冷冻箱 那是完全不一样的效果 这是人家极速冷冻的 好 然后我们只要加優格 就是原味的優格 是售外面卖的吗 无糖優格 可以 而且可以自己做 你要有糖的也还OK 就是你就不需要再额外加糖了 好 然后因为这种原味的優格 加进去之后 它不是都很酸 对 因为内面也酸 優格也酸 对 可是我们这个是 它的優格本身不是原味 它有加糖了 微糖 微糖 卫生署有规定 如果普通糖的優格 它不建议吃 它要吃无糖或少的 对 这已经是 如果你想要吃一个夏日的冰品 或小朋友想要吃一个冰品 它已经是 最没有任何添加物的部分了 等一下大家可以试一下 所以我们如果喝一份的话 也不能多 对 对 其实都是要适量 所以潘博士是不是也要建议 你看这个颜色很漂亮 素食业不能有玩具的诱惑 还有 现在已经这样规定了 美国是这样子 对 可是台湾还没可以上 台湾现在目前好像他们也在 计划要这么做 不是 已经 好像已经做了 没有 没有 还看得到 而且这只是规定说要搭配苹果 不会坏掉的苹果 不会坏掉 我都没讲奶焦 我都没讲 我都没讲 对 看起来很好吃 看起来很棒 对不对 这个大概有吃过的 都没有说过难吃 所以加进你的一份 就是这样子而已 量 其实如果要以一份来讲 我们就说一份的水果 大概 因为这个都完全没有加过任何糖的 大概每个人一餐 可以吃大概这个的八分满 是OK的 真的 我吃看看到底酸不酸 吃原来的 这个吗 我想先吃原来的这个 是 一定是会有盐酸味的 很酸 酸不酸 看脸色就知道很酸 看脸色就知道很酸 我可以试一下吗 有这个低糖优格吗 还是 好好吃 好好吃 我就说不好吃不用钱 所以这个可以代替我们 那个一餐水果是吗 对 但是因为 毕竟你还是用了优格 所以它形同一 如果你早餐这样打 你就是把早餐的水果给放进去 然后你那一份奶蛋 鱼肉豆其实也有了 也有了 不是啊 被酸到了 他就是 真的 这个很酸 是不是 无成务事 可是这个是会让我们更年轻 是不是 对 它里面富含各种 因为 berry 类的 莓果类的富含OPC 那OPC其实是 一般如果我们就说 你要吃保养的 你要按照步骤吃 譬如说 你不要吃胶硬蛋白 因为吃胶硬蛋白 跟你吃肌肉分解成氨基酸是一样的 但是玻尿酸是可以的 因为它是可以吸收的 然后再来我们讲 接下来 当你有胶硬蛋白之后 有玻尿酸之后 你要固定它 比较不容易被分解的话 OPC它有可以让你的 胶硬蛋白和玻尿酸 比较不容易被分解掉的口感 可是在吃的过程中 会皱眉 会不会增加稳弱 不会 太酸了 所以我们讲 它里面有非常强水溶性的 抗氧化物质 包括眼睛的部分 它都是一个很好的 抗氧化剂的保养 这家里油果很好吃 你家在吃冰淇淋的感觉 对 所以我们都说小朋友 他要吃的话 这样打 其实是最没有添加物的 比你去买任何的冰淇淋 或是你去水果摊去 一般爆冰里面 加了一堆乱七八糟 其实我们一直在谈的是 一个相对健康的概念 就是你有更好的东西去跟它换 而不是禁止它去做那样子的事情 是 至少也要有饱足感 你知道很多减肥方法是错误的 你瘦了 可是你整个人变憔悴或老化 那个都是不好的 所以今天其实我们总归一句话 天然的最好 还要均衡 对不对 然后不要加工这些 还有分量要适中 所以政府明明规定 吃到饱餐厅 接下来要关闭了 哇塞 那个吃下怎么得了 好了今天要非常谢谢 谢谢各位专家 谢谢MASA 谢谢四位美女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